原来郭鼎早年研制巅峰长这样 2010年 郭鼎多次参与天天向上录制宣传新专 一首我们俩圈粉无数 还和方大同一同入围过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有人说郭鼎事业巅峰期是2005年 当时不仅担任过东方神奇北京歌游会表演嘉宾 还受邀成为周杰伦北京演唱会表演嘉宾 之后戏打这以后郭鼎就糊了 从此一直处于歌红人不红的状态 就于现实考量 郭鼎决定退去幕后养活自己 游戏军的怎么唱情歌 那赢的那又怎样 蔡建雅的子 学之前的小孩等知名歌曲全都出自他手 就在郭鼎攒购前决定做自己的音乐时 结果耳朵又出现问题 那段时间他不止一次纠结 要不然就别再乐谈混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耳朵发生了一个问题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考虑我要不要不干这个 一张名为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的专辑一作就是七年 是郭鼎七年磨一剑的大作 也是不迎合市场的小众音乐 因为他不愿趋意逢迎唱品公司 也没想过讨好市场 郭鼎再三表示 整张专辑的歌都是瞎写 哪怕公司不给发行也没关系 结果专辑发行即爆红 搞作品今生为乐坛顶流的学之前满眼敬佩 对郭鼎的发赞也不止一次 华尔乐坛需要这样有才华的人 郭鼎应该被更多的人认识